我們現在這個人民力量的 起動大會的記者招待會就正式開始了 歡迎各大傳媒朋友 今日倫敦大家一流 歡迎我們這個集職典禮的記者招待會 多謝大家先 大家知道人民力量是什麼 其實之前人民力量其實已經在年初的時候 我們已經成立了是由四個組織是一個聯盟 包括普羅政治學院 就是主要由前社民力量的成員組成的 前線是一個在香港的社會組織 香港泛南和一個比較新成立的 就是選民力量這四個組織 所結盟而成的 因為人民力量 這就是我們的組織 在年初的時候 這是一個比較鬆散的組織 就是希望結盟 我們會在未來的區議會 進行一個票差票上的運動 主要是針對民主黨和民協 在上一年這個政改方案支持政府 出賣選民出賣了他的盟友這個行動 我們希望他們可以在未來的區議會選舉 我們會有襲擊的行動 除此以外我們也會派參選人 是會和建制泰國的保皇黨的區議會的參選人 會有這個對立的 但是開年初的時候 這是一個比較鬆散的聯盟 但是由我們3月6日 我們有一個在中環的 遮打花園一個打小英活動 接著我們4月3日 在這個尖沙咀的白州聯機公園 有一個起動大會 然後6月3日 我們在中聯辦之外 做這個六四的示威 和最近7月1日 我們有這個大人的遊行 和一個大人的留守 就發現我們其實的支持度 是越來越多 支持者越來越增加 那 發覺我們越來越多支持者 我們將會有更多大規模的 社會運動 抗爭運動 而亦都發現我們參與 未來2011年的區議會選舉 的可能的參選人 亦都數目亦都向上升 因此 我們需要一個更緊密的聯繫 因此這個原因 我們本來有一個鬆散的組織 組成了一個更緊密的結合 所以我們就因此組成了這個執委會 剛才算了這個執委成員 今天就成立 跟大家見面 我們總共有22位執委成員 由於四個組織 每一個組織都會派五位成員 參加這個執委會 再加上我們在立法會裏面 兩名立法會議員 郭玉文和陳偉業議員 組成22個成員 成為這個執委會 這個執委會 將會繼續有一個更緊密的結合 來參加主要是組織未來的活動 包括2011年11月6日的區議會選舉 以及接著很多大型抗爭活動 都會由這個執委會 進行籌備和籌備的功夫 所以今天就是我們和大家見面 就是讓這22位執委會成員和各界傳媒見面 讓大家知道我們人民力量 現在會有一個更緊密的結合 讓整個執委會做很多的不同的活動 如果大家暫時對於人民力量的成立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會開始介紹整個執委會的成員 首先我介紹我自己 經過22位成員在上星期四的推選 我就被各界成員推選為 這個人民力量的執委會成員的主席 我名叫劉家鴻 我本身是選民力量的成員 亦都在一個香港人榜有做主持 本身是從事他有今個工作 對於今個顧問的工作 另外在我旁邊有兩位副主席 左邊是欣申九先生 他是前線的接觸人 想讓大家全部朋友都相熟悉 另外在右邊另一位副主席 就是麥葉成先生 基本是法務局員 大家亦都相熟悉 在這個圈子很久 接著在我們兩位當年成員 在欣申九先生 在旁邊就是黃玉文 立法會議員 另外有兩位便提 陳偉業議員 除此之外 我們有另外兩位 比較主要的執委成員 包括在左手面最邊的 記書長陳素玲 他來自保羅正教學院 還有在右邊我們的師傅 就是唐小南小姐 除此只是前十位 隨著這七位 主要執委成員之後 後面就是其他 來自四個團體的 其他執委成員 就會組成 人民力量執委會的 二十二名成員 所以應該 除了我們可能 差一位就是任林先生 其他都已經全部 是在這裏 我們逐個介紹 由由上面開始 戟福嘉先生 鄧邱琳主席 鄧邱琳主席 鄭芳先生 鄺炎英傑先生 incapable 王志尚先生 傅偉樂先生 李偉宜小姐 趙直東先生 林偉堂先生 林雨洋先生 阮蕭澤小先生 鄭文子先生 和鄭婉儀女士 正一位就是任亮天先生 大家應該相當熟悉 她還未到 待會就會出現和大家見面 暫時我們今次的記者之外會 主要簡介人民力量暫時是這麼多 大家有什麼問題呢 對我們今次的人民力量執行會的成立 其實現在人民力量 未來會有什麼大計 主要是想繼續做一個區議會選舉 就是追擊民主黨和民進先 之後再留其他活動 未來你們會繼續積極投入其他選舉 例如明年的立法會 是否你們都會用人民力量的派出 其實人民力量過去這半年所搞的活動 其實大家都知道是相當多的 亦都相當大 亦規律都相當不錯 得出來的效果都相當好 去到今天之後 接下來 其實最近期會動將會是7月13號 我們會是包圍立法會 要求林雪倫下台和政府即時撤回 這個替捕機制的方案 在7月13日至7月15日這個維東立法會的活動之後 當然最主要的活動就會是 未來11月6日的區議會選舉 暫時我們人民力量四個組織加起來 大概會有超過50位成員 是有預備參選這個區議會的 所以接下來這幾個月將會很緊密做 這個區議會選舉的工作 我們亦都會成立這個選舉委員會 會由華民議員頂座 將來應該在這一個月之內 就會最後敲定我們的參選人的名單 然後就會出戰區議會選舉 但其實我們很多的社區幹事 或者有可能的參選人 已經開始這個地區的工作了 立法會呢 我們暫時不能夠在這裏 和大家講過沒有任何的預備 我們將會在區議會選舉之後 再看看我們在香港市民的支持度如何 區議會選舉的成績如何 再作下一步的考慮 但是這個我們不排除有這樣的可能性 尤其是我們見到越來越多我們的支持者 希望我們會有這樣的做法 但是這個亦都會是 我們在區議會選舉之後 才會有所決定的 對於李小公局長之前說 示威者不是大曬的這個言論 你們有沒有什麼問題 李小公議員 今天有記者問我 我就送了兩個字給李小公說 無恥 示威者當然不是大曬 是警察大曬 簡單的道理來的 這個又是 我們是按照遊行路線 去中區 往中區的方向走 所有主要的通道 全部被它封鎖了 大家可以上網看回 我們將我們被捕的過程 和我們閘的過程 拍了下來 放在波園 即是YouTube那裡 是很清楚的 四方八面都是警察 警察 我們一百三十個被捕的人 全部都是 很和平 理性地被捕的 落了手扣 索貸 沒有任何一個人反抗 甚至跟警察大交 所以李小公這個說法 就是無恥 除了無恥 我想不到用什麼 形容詞 來形容他這個說法 抹黑別人 還自己清白 你兩三千個警察 對付那百幾二百個示威者 所以你要我回應 我只能夠說他無恥 這排公民黨和民間不斷 就像泛民派人選特首那些 有不同的意見 你們自己會不會參加 所謂協調 或者你們責不責成泛民派人選特首 這件事 我們的立場很堅定 我們絕對不會參與任何小選子的選舉 我們都不贊成任何自稱為泛民主派的議員 或者成員去參選這個非民主的特首選舉 請問你 在立法會選舉 為什麼要追擊的 就是因為區議會是單議席單票制 所以泛民或者所謂自稱的泛民 會有個協調機制 但在立法會選舉,我們用比例代表制 根據過去的經驗,即使是泛民政黨 根本也不會有所謂的協調 所以也沒有所謂的追擊這個說法 我們是有可能會參選這個立法會議會 當然我們也會將我們的訴求 包括對民主黨出賣盟友 出賣選民之前,香港政府的政改方案 會表達極大不滿 也希望當時我們會參與立法會選舉的話 令選民知道民主黨有出賣的行動 如果參與立法會選舉的話 這是其中一個訴求,這是其中一個情況